好 下面我们再次回到国内新闻部分 在我国人民军工创建80周年之际 记者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了解到 随着我国主战坦克的不断的升级换代 目前我国第三代主战坦克已经具备了国际先进水平 位于内蒙古包头市的第一机械制造集团公司 是我国主战坦克的摇篮 从五九市等第一代坦克到八零市等第二代坦克 再到现在性能先进的九九系列第三代坦克 都是从这里研制生产的 在坦克陈列展厅里 面对一辆辆钢铁战车 从事科研工作三十多年的我国顶尖坦克专家 冯一博如鼠家珍 我们国家第一辆五九市主战坦克 当时是全套引进的前苏联的技术 那么到六九市坦克呢 当时基本上还是在五九市坦克的基础上 进行仿制仿研 不到八零市坦克就是我们自主创新 自己来进行研制 所有的火控系统都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研发的 夜市夜战性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这是属于我们二代坦克 这个三代坦克是我们科技人员 花了十几年的心血我们研给出来的 火炮威力应该说在世界上应该是排在我们前列的 三代坦克要打一代二代坦克应该是不费摧毁之力 因为它的攻击能力非常强 翻过头来它要是一代和二代 它要打三代坦克 打我们的三代坦克 那肯定我们强大的防护它可以打不了的 冯一博自信的告诉记者 经过一代代研制改进 我国的第三代主战坦克性能已经十分先进 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守客户的欢迎 我之后呢 是我国的这个新型的外贸坦克的试验车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到车里面去感受一下 现在坦克的这种的先进性 那这里就是坦克的驾驶室 那么我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跟汽车的这个主要的一些价值设施的很像 像我前面这个就是方向盘 那么这个呢就是大灯按钮 这个是喇叭按钮 然后呢 这个右手边呢也是这个控制的挡霸 前面D呢是前进挡 H呢是手动挡 N是空挡 R是道挡 那么我前面呢 有一个这个显示仪 它可以显示外面这个这个路况 它是这个还有带有夜视功能 现在坦克已经走起来了 我们感觉呢 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坦克里面布置的是十分的紧凑 我身边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仪器仪表设备 车长呢 通过眼前的这个显示中间呢 就可以看到周围的战场情况 包括呢 坦克的各系统的工作运行情况 像这个就是火控系统更好 这个显示的是装弹机系统正常 再往这个旁边呢 是毒气和辐射的 这个自动化的监测行动 坦克快度只要一感觉到 有毒气和辐射呢 就可以自动的全光力 保护坦克内部人员的安全 可以说 现在的这个坦克呢 是自动化和吸引化 非常高度精神的产品 操作人员由以前的四人减少到了现在的三人 现在坦克呢 跟以前比较起来呢 操作比较简单 舒适度比较好 它的布局的方向盘式的 然后 档位呢 是手自一体 它这个是比较舒适 然后更灵活操作 专家介绍 未来的坦克可能将采用新式火炮 并大大加强对空防卫能力 目前美国等军事强国 还没有宣布研制出第四代坦克 感谢观看